新竹縣的竹東鎮 在昨天凌晨發生了 這四名蕭小偷偷潛進民宅 然後偷東西不成 最後由偷變搶 還索性打傷了八十多歲的屋主 這起強盜案 那其實鄰居聽到了呼酒聲 最後趕快報警處理 屋主即使送醫保住了一條命 那今天這個案件有了最新的進展 您看到警方在凌晨陸續逮捕到四名嫌犯 其中發現有三個人 未成年 三更半夜四名男子走進一棟社區大樓 實際上這四個人是要從社區翻牆 目標是住在隔壁的獨居老人 四人打算下手行竊 那所以都還在家戶病房做觀察 老人家被打到爐內出血 目前還在家戶病房觀察 原來四人刑切被發現 竟然將屋主八十七歲的老先生 痛打一頓鎖在廁所裡 搜刮屋內所有財務後逃離現場 警方獲報立即循現追查 將四名惡煞逮捕歸案 警方表示四名嫌犯將老先生打得頭破血流陷入昏迷 還將老先生關在廁所裡面無法求救 幸好老先生蘇醒呼救 被鄰居跟警方及時發現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警方初步證據後 已將全案依強盜罪協 移請地檢署偵辦 記者顏龍新竹報導